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大家说 这些是不是会是农民啊 是什么 大家想想看 都是跟陶淵明一样隐居的人 可见当时隐居的人不是少数 不是个别人 绝对不只有淘淵明一个人 好多人的眼睛 知识分子政治太残酷了 太黑暗了 大家觉得没有前途 有时候为了避祸 大家都住到乡下去了 不愿意住官 林雀时事累 抗言谈这些 其文共心上 一意相遇些 一群知识分子 好多好几个知识分子 住在一起 才可以这样子 是不是 那个农民 完全的农民 谈那种文章 估计谈不起来 所以下面这一首 春秋度假日也同样 大家看看 春秋度假日 登高复兴思 春秋 春天跟秋天 有很多好的日子 登高复兴思 我们登上高处 可以显示新的词课 新的词课 我倒过马来西亚 西亚奖学 那里是一年到头 是传一件T恤三具狗的 在我们中国 四季分明 四季分明 前两天我跑到山东去了 前两天我跑到湖北去了 都是四季分明 我们中国处于北温带 这个四季分明是非常好的 所以春天跟秋天 夏天太热 冬天太冷 不便于旅游 所以我们春天跟秋天 是旅游的好时间 春秋度假日 登高复兴思 这里讲的实际上是秋天 登高 往往是秋天的时期 春天的时期到哪里去呢 春天往往到水边去 三月三 我们中国人很多节日 一月一就是过年 二月二 什么日子啊 三月三 四月四 四月四 不对了 五月五 短五节 对不对 六月六 七月七十七起 是不是 八月放到中秋就去了 九月九 重阳就登高 刚刚过去时间 不能太多吧 大家有没有登高 太忙了 大家都说太忙了 没登高 大家注意以后要登高 登高可以避祸 避祸 春天三月三 三月三也是个节日 三月三到水边去 大家记得吧 这个王羲自流霜缺水 是不是 这个就是三月三了 三月三我们 多过很多四哥 四经历就是三月三 真伟就是三月三 真伟啊 这首四哥 讲的就是三月三 男孩子跟女孩子又好 到水边去 随边去 我们还读过一篇文章 紫路 珍惜 然有 宫西华 四座章 是吧 孔夫子跟四个学生 谈谈 你们有什么理想 珍惜说 我愿意 我愿意在 牧村 到来的时候 就三月三 到来的时候 带了几个学生 这个学生多少人 童子多少人 我可以到水边去 岳父银 岳父银 千万 大家千万不要上当 岳父银到水里去洗澡 三月三到水里去洗澡 非法内容的感冒不可 实际上是沿着 沿着这个移水 在水边搞一个活动 这个很多活动 我们今天 我们内落已经没有了 少数民族那里还保留的 春天布水街也有 是不是 还有大家要靠看什么 我们中国古老的建筑的话 中国很多地方 有些地方有保留 有些地方没有 你真的要去看看 明代的建筑的话 你跑到韩国去看 韩国的景佛工啊 什么工啊 完全是相当于 我们中国明代时候的古建筑 你去看看 都有 我们中国很多 其实保留在日本 保留在韩国 保留在那边 那边 很多风俗习惯 也保留在那边 像茶道 像茶道 我已经给大家讲过了 到那边去找 春秋多假日 灯高辅行事 灯高 实际上是重阳起灯高 过门更相互 有酒尊酌子 你看我们沿着上一首诗来讲 可见他们隐居的人不少啊 大家顾门的时候 大家互相招呼一声 大家喝酒 大家俯私 都是自然分子啊 农物各自归 闲暇之相思 大家农物忙的时候 下收下种的时候 春天种粮忙的时候 大家都去忙过人的农物的事情 一空下来 我们大家互相招呼一下 大家喝喝酒 大家学学诗歌 并且大家住得都很近啊 相似这批衣 言笑无厌史 大家互相讲了 想想念的话 披上衣服 大家可以去 一起去聊天去 年笑无厌史 大家讲话 大家讲讲笑笑 厌就是满足的意思 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这个满足 满足 不感到满了 不感到满了 我们大家经常见面 经常聊天 都说多么快活 此理若不胜 无为或去之 一舍当续记 一根不武器 这个种田 自自根自落 自自自根自着 自己种田 风云之舍多好 多好 当然 种田当中啊 我们看看 看看 陶渊明跟陶渊明 一起隐居的人啊 不少 这个郭主布 主布 江州的主布 主布 我们很多官民 大家说 怎么样子理解 你就从字面去理解 主布 主布 布就是文书 主词文书 实际上就相当于秘书长 我们今天的秘书长 或者办公室主任 对不对 就是这样子的官嘛 对不对 主布 这首词文书都跟彭德先生的秘书差不多 都是出去干部嘛 你不要 可以我进 陶渊明说 那个时候住的陶渊明住的房子啊 我估计跟第一首我们跟大家讲的 《少屋是属于》 那首四哥里写的环境差不多 林芳 词文书 用这个炷字 大家看看多好 唐前有一片树木 把这个阴梁啊 畜存在里面 这是夏天写的 写的 这四哥写的 这几句写的真好 开风英死了 回飙开我进 南风 金潮吹过了 我们今天大家 夏天的时候有电风扇 有空调 感觉不到南风的可爱 你想想看 假如没有 像我们小孩子的时候都没有电风扇 更谈不上空调 那个时候根本没有空调 谁家里有个电风扇 大家都羡慕得不得了 夏天的时候大家都到院子里乘凉 忽然飘了一阵南风 大家高兴得不得了 多舒服 所以陶玉敏感觉到这一点 唐清凌 中夏重庆英 南风应死了 回标开我镜 当然用那个南风 当然是不雅了 不熟了 太熟了 不雅了 所以他这里用了个开风 开风就南风 写教 游旧夜 雾气 荣书情 我写的众田子余 谈谈琴 看看书 多么舒服 自己院子里 大家看看 院树有鱼汁 救过悠处境 我院子里自己种了很多的蔬菜 非常好 种自己的蔬菜非常好 救过悠处境 去年的粮食我还没吃完 今年还有 农村里最怕的就是 夏天倒是还没有收上来 之前的一段事情 叫五月荒 我在农村里的时候都碰到五月荒 五月的时候 农村里五月的时候 旧的粮食吃完了 新的粮食还没上来 那段时期是非常艰苦的 现在我们原荣品 把杂交道种成功了以后 这个粮食材料增加一倍 大家感觉不到这一点 我想象的时候 那个时候 国家还没有时间给个开放 那个时候 这个粮食比较困难 真的碰到五月荒 是很艰苦的 陶游民生活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不错 陶游民还说 饮己良有皆 故作非所行 他说我自己经营自己的一个家庭 看起来没问题 太多了 并不是我所倾佩的 并不是我所向往的 我只要风雨做事就够了 陶游民家里粮食还多余 多余干什么呢 酿酒 葱说做美酒 酒说无字真 我种了很多的弄米 种了很多有粘性很好的那种米 种好了以后 我就酿酒 所以陶游民的酒量 都是自己家里酿的酒 炼出来的 陶游民很会喝酒 酒说无字真 酒酿好了 我就自己争自饮 若子吸我侧 学余味成因 我的儿子们 在我的旗边围绕 他们真的压压学语 此事 真佛若 聊用望华山 遥遥望白云 怀骨一河神 遥遥望白云 怀骨一河神 这首跟我们刚才给大家讲的第一首 那个思想意境 差不多 差不多 这首诗歌啊 它是写给郭主布的 郭主布可能还在郭主布的任上 可能是陶游民 李克彭德县的县令时间不久的时候写的 《鬼卯睡思春怀骨填舍》 这首诗歌也写得非常有意思 这首诗歌 陶游民写的是 《仙思有余训忧道不忧平》 陶游民实际上是荣家的书嘛 《仙思自随孔夫子》 就是孔子 孔子 他这另外的诗例可以写 《少物色所运信本爱秋三》 我从小就没有做官的这种习惯 这种念头 我从小就喜欢游山游水 诗人的话 有时候他以信之所自写的 大家千万不要完全较真 说陶游民本来就这个诗歌 他有时候写诗歌 我们大家知道 这个是一种人心情的一种 真情的一种表现 他可以今天可以这个心情 明天可以那个心情 是不是 他这里又写了 《仙思有余训忧道不忧平》 孔夫子告诉我们 大家要担心道的行和不行 不要担心自己没有钱 平就是没有钱 没有钱了 战往渺南带转月自长情 秉来欢食物 解验却浓人 平愁娇远风 梁母也还心 虽为两岁共 皆是多所行 耕中有时限 行者无问节 日若相遇归湖江 耕心灵 长宁眼财门 辽味 龙某眠 陶月明他的思想 有时候 他在这些诗歌里面 得到了反应 得到了反应 陶月明的诗歌当中 有一种诗值得我们注意 饮酒 饮酒 陶月明的饮酒 使得我们注意 他很多实际上是拥怀的 拥怀的 饮酒 饮酒 前面还有一个序 这个序也值得我们研究 他说 与闲惧寡欢 兼笔叶已长 额有名酒 无邪不饮 所以陶月明 真正的陶月明 不像我们平常所讲的那么快乐 不像我们平常所讲的那么快乐 他有时候也在思虑 他说我闲惧寡欢 他一个人离开了官场以后 去隐居以后 他说我有时候少有欢热 晚上很长 也得思虑 思虑什么 大家可以探讨 但他偶有名酒 他说我就喝酒 故饮得尽 或否 或焉佛醉 祭醉之后 这 提宿局自愈 子墨醉度 此无圈次 了名孤人叔子 以为欢笑 他写自己的思想 他写自己的思想 第一首 大家看看 虽容无定罪 彼此更共词 少生瓜田中 宁思东陵死 含顾须有这些人道美入资 虽容无定罪 一个人的虽跟容 没有一定的定数 有时候会交机的进行 交机的进行 少生瓜田中 吟思东陵死 讲的是一个典故 那个人在秦朝的时候 封为东陵侯 我们大家知道 秦末农民战争一尺 什么东陵侯 西陵侯都没有了 对吧 换朝队了 可以是项羽西族霸王 后来汉高州刘邦做了皇帝 那么东陵侯肯定不是侯了 这个人脑子倒很好 一转转做什么 种田了 他种瓜 他的瓜种得特别好 人家叫他是东陵瓜 东陵瓜 这个人是姓少的 姓少的 所以少生瓜田中 哪里 他在种瓜的时候 哪里跟东陵 做东陵侯的时候一样 对吧 所以陶游民提出来 有冬天还有夏天 寒暑也有兑血 是吧 忽然夏天的时候 你车波还感到很冷和 还太热 你到了冬天的时候 穿上皮药 有着鲜冷 所以人道也是这样子的 达人皆其会 世将不服于 或于真酒 日起相欢齿 只有喝酒 无论你是富人 无论你是穷人 无论你是达官 还是一介平事 都可以 下面这首诗写的 极好极好 揭露这人景 日无车马穴 问君何能耳 心原地之品 这首诗写得非常好 揭露这人景 我现在造了个房子 我就在很多人居住的人景当中 但是我门口 听不到喧闹的声音 我自己的思想里 也听不到喧闹的声音 我到夏天的时候 有时候去书店看看 书店里面坐满了人 新华书店里 新华书店有空调 是不是 很多买书的人 我看学生也有 老师也有 打工的也有 坐在那里看一本书 不管身边怎么吵 你只要进入到书的警戒里面去 什么声音都听不见了 大家肯定都有同感 是不是 所以陶玉明说 我借了无罪人景而无车马穴 大银就隐于四 最会隐居的人 不会到三广建房子住 你居住在市场当中 住在人群当中 你只要自己的心理的警戒 达到隐居这种程度 你就不会为外界所干扰 问君何能耳心远地自骗 问你为什么能够达到这个警戒 只要你的心远了 就觉得好像处得很偏的地一样 此觉东里下悠然泄南山 此觉东里下 我在东里下 忽然抬起头来 我看见了南山 这个南山就是龙山 龙山就是陶玉明家 就在龙山边上 三气日气家 飞鸟相与怀 陶玉明什么都没看到 就看到飞鸟 注意 陶玉明的四哥当中 有一个意象就是飞鸟 他经常看到的是白云 经常看到的飞鸟 这里面一个象征意义在里面 陶玉明向往的自由 他为什么没看到别的 就看到飞鸟 飞鸟都自由啊 是不是 可以在天上飞来飞去 这是陶玉明四哥当中出现的一个 象征意义的一个我想 此中有争议 有便已亡言 这里面有真正的意思 我想讲 讲不清楚 大家体会吧 大家体会吧 这个自由多可贵啊 自由多可贵啊 自由是最可贵的 这个下面一首四哥是写了一个事情 清晨文寇门 清晨文寇门到长广之肯 长是下衣 下衣 我早上听到有人敲门了 我起来开门 开门的时候 我披了个下衣就出去了 古人的衣服很大 上衣也很宽大 下衣也很宽大 我们今天点灯啪哒一拉 可以看得见 古人没有点灯 对不对 房子里切合一团 披了个衣服就 后来披出去一看 我披了个下衣 不是上衣 也没关系嘛 对不对 蚊子随为雨 天父有好玩 开了门 发现是一个老农民 这个老农民啊 给我送酒来 老农民给我送酒来 胡家远见后 以我御事观 这个老农民啊 知道我喜欢喝酒 给我送酒来 给我喝 我生活已经很贫困了 这个看起来是跟 其实差不多的事件了 然如毛眼下 为作为高兮 这是老农民劝我的话 老农民说 你衣服穿得那么染绿 你住在茅草房子里 这个并不是一个 真正人隐居的 可以像你这样子身份的人 隐居的地方啊 是不是 隐居是要以生活条件 作为前提的 隐居 真的能 真的那么好隐居吗 你现在已经完全 淪落为一个 自食其力的一个农民了 老农民劝他 一世 见丧同 愿君鼓起你 现在我希望你呢 能够融合到这个世界里面去 是不是 大家都很脏的时候 你要把自己弄脏一点 大家都喝酒 你也不必保持自己的亲近 是吧 像孟子里面 像雀员的作品里面都谈到了 如果大家都喝酒的话 你实在不喝酒 拿的酒造把自己涂点酒气也好 大家都 身上都涂了泥巴 你一个人搞得很干净 干什么呢 是不是 但陶渔明这么回答的 深感富老爷 领气血属气 余佩 乘客学 为己 取非民 窃供 欢自饮 无价不可为 你老农民既然来了 带酒来了 我们一起喝酒 但是我呢 你就回到官场上去 你这个劝我的话 我是很感动 但是我是绝对不回去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